在战争时期,如果想取得胜利,那么手中就要藏一个大杀器。解放军战士就曾发明过一种大杀器,只要敌人在20名以内,基本上就不会留下活口,就连装备精良的联合军队也被他们吓得不轻。 在早期战场上,部队因为缺乏重型火力武器,所以战士们经常要以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碉堡,这样虽然也可以打赢,但是代价却是无数战士的生命。 经过战士们没日没夜的研究,终于在1947年发明出了一种能投掷炸药包的武器,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飞雷炮。 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——梅良心炮。 这种武器的主要载体就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汽油桶,桶口有多大,飞雷炮的口径就有多大。 战士们会在桶底放置足够的发射弹药,然后再把特制的椭圆炸药包塞进去,这样一门飞雷炮就蓄势待发了。 一旦点燃发射火药,那些将近20斤的特大炸药包就会被轰出将近200米的距离。 由于炸药的量十分充足,所以它的杀伤范围少说也要有20米。 巨大的爆炸可以将碉堡瞬间拔掉,被爆炸波及的敌人士兵往往在身上找不到什么伤口,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死的。 这也就是梅良心炮这个名字的由来。 后来,飞雷炮被推广到全军,在淮海战役中大显神通。 在攻打黄维所率部队时,战士们用近200门飞雷炮将敌人阵地炸成一片焦土。 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,敌人就全部举手投降。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,飞雷炮依旧活跃在战场前线。 在第五次战役的时候,我军一个团与敌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激烈战斗。 这时候,部队伤亡很大,并且缺乏武器弹药。 但是如果现在要撤退,那么必须要用到重型武器,以防止敌人的后续追击。 然而,当时的卡丘沙没办法上山,所以在战斗中也没什么作用。 就在这时候,战士们又响起了飞雷炮这个大杀器。 战士们赶紧找来汽油桶和炸药,布置了一排飞雷炮。 随后,炸药包便怒吼着向敌人飞去。 敌军士兵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打猛了,很多人都被活活震死。 战士们在这时紧急撤退,基本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了。 后来,很长一段时间,敌人都没有弄明白志愿军战士到底哪来的重型武器。 他们绝不会想到阻止他们的不过是一些他们看不上的汽油桶。 虽然飞雷炮的威力很大,但是他们存在很多的缺点, 比如不能很好的瞄准且射程太短。 飞雷炮在稳定性方面也有问题,一旦炸糖就会波及到周围战士, 有不少人都牺牲在飞雷炮的周围。 后来,部队的武器支援也逐渐成熟, 重型武器也不再是渴望不可及的东西。 所以,飞雷炮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 但是,我们要记住这些武器, 它们为我军战斗提供了不可延宣的帮助。